日夜温差大 夜间温度可能接近10度低温 日前有一名90多岁的老翁 独自从台东市搭工车要返回长冰箱的住家 不料在抵达成功终点弹时 错过了最后一班的转程 老翁只能坐在椅子上休息 而路过的民众看见老翁在低温中发抖 向警方报案 远景也暖心再送老翁回家 远景询问老翁住家在哪 而这名九群老翁在日前夜间 独自从台东市搭工车要返回长冰胆曼社区住家 而由于时间已晚抵达成功证 终点站时已经错过最后一班转程时机 而近日受到强冷空气影响 气温偏低 华东地区日间高温只有19-23度 夜间甚至可以达到接近10度的低温 而如果民众见到老翁在低温寒夜中发抖 怕发生危险赶紧报案 而远景到场后 结果老翁震见发现他已经有九群高龄 刚进询问为何接近晚间10点还没有返家 而老翁因为表达不清 在远景细心的沟通聆听下 才发现老翁有轻微的失智症状 根据了解老翁当日早上 独自搭乘客运到台东市区 但是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 想要搭乘客运返回长冰胆曼租家时 已经错过成功往长冰方向 走后一班车次 最后只能坐在椅子上面一筹莫展 打算自行在客运站内过夜 索性遇到热心民众发现 以及两位暖心的远景协助 而当时因为镇内已经叫不到计程车接送 远景便驱车将老翁载送回家 还购买了水和食物 让尚未用餐的老翁果腹 成功分却表示 若是民众看到年长者在路旁彷徨无助 KD急拨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协助 接盘罪成功证报导 接盘罪成功证报导